台灣籃壇最近真的是十分精彩 NBA的頂級控球後衛朗多 來到台灣的第二天 就到中正紀念堂 擔任一對一籃球賽的嘉賓 看到NBA的超級空位現身球場 球迷們全都瘋了 原本在中正紀念堂就少見的籃球氛圍 到了傍晚因為比賽而聚集了許多人潮 忽然現場觀眾尖叫聲四起 原來是NBA賽爾提克的控球後衛 Roger Rondo來到了現場 用你最大的掌聲 讓我們歡迎來自迫斯頓賽爾提克隊 Rondo Rondo Rondo除了專心觀看比賽 也沒忘記跟場邊支持他的球迷互動 特別點了幾位球迷上場 比投籃拿千名球衣 被Rondo挑中的球迷 開心到連籃框在哪兒 都快搞不清楚了 有沒有第一次成員 Rondo到比賽現場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見證一對一鬥牛冠軍的產生 雖然球員吳宏鎮身為Rondo的球迷 還經過偶像本人擊掌加持 卻在延長加賽輸給了自己的學弟古人潔 但是吳宏鎮覺得能讓偶像青睞 就算沒拿下第一也很值得 他來支持我就已經很感謝了 然後只不過那個冠軍是我的學弟 然後平常我們在學校都有碰到面 所以他很知道我的打法 我也知道他的打法 不過還是謝謝大家對我的支持這樣 這次Rondo來台 強調不到最後都不放棄的籃球精神 給許多年輕的球員 都上了寶貴的一課 這位NBA球星27號就會離開台灣 回到美國準備新球季 U10 TV 張淑君 張藝齊台北報導